大家好,我是波比医生 今天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如果你想长期用A酸 或者是A酸类的产品 你一定要知道的几个方面 这也有很多我个人的体验 我用A酸类的产品大概已经 快要两年了,到今年5月份 再差三个月就两年了 我现在用的长期使用的产品是这个产品 叫Tretinoin 0.05 而且大家看到在美国是Rx only 就是只能是通过处方药 医生给开处方才能拿到 一般人自己去药店里是买不到这个的 我也不建议有的人可以去 比如说墨西哥呀或者是 去中国去买这个药 我个人认为呢还是有一个医生 然后在他的指导下跟他讨论 互相交换你们对A酸 和对你皮肤的认识 在他的指导下来使用A酸 最合理 好,因为A酸 有几大特别需要注意的 我前面几天分享了 有一个临床实验说如果是 在一个临床实验上用 0.1个浓度的 Tretinoin 这种A酸 然后早晚都用 在这样的情况下用到了平均用到6年左右的时间 发生了那些年老的 吸烟的 而且主要是男性 还有一些 各种的 疾病指数 他们发现了 死亡率和尤其得肺癌新血管病的人增加 大家都说了 那A酸是不应该早上用 确实是这样 这个A酸 对于 它现在有两个的适应症 一个是雀斑 就是不是雀斗 还有一个是 抗衰老 抗光老化的 这两个指正上 只是 一天用一次 而且晚上用 所以这个数据如果长期想要使用 A酸 还是要对这个数据有所了解 A酸的一种 代谢产物在体内 积累 然后在某种特殊的情况下 现在还不是很清楚 我个人对这个看法 就是说跟年龄 CEM 其他的 癌症风险因素 还有 疾病指数 和自己用的这个浓度 次数都相关 我现在的基本上打算还是用够两年 然后再有一个新的计划 也许是 更降低浓度 从0.05 变成0.025 同时 每周用 两三次 等等 我到时候会再跟和大家分享 这个是第一点 如果长期使用 要了解一下 有这个数据 对自己 有一个认知 再有一个需要了解的 一定是要注意 对眼睛的 危害 有一个减板线 我们这个减板线 就是每次你 闭眼的时候 他就刷一层油脂 让你的眼睛又保水 有一种油 一种水层 和一种油层 这种泪膜 保护眼睛 这个 维生素A类的产品 Tratanoid 对这个减板线的抑制性 非常强烈 做过有 实验表示 这个长期用这个的人呢 他的眼瞼线 功能就 差萎缩 同时眼瞼线的数目减少 我也亲身有过这个体验 我一开始 前半半年多 全脸涂 我就涂省事 就发现眼睛就很干 后来把这个事情解决了之后 怎么解决呢 是我每天晚上 在脸上 开始涂A酸之前 先用这种 就是非常粘 非常油的 这东西把眼周 这一圈都 涂好 这样的情况下 如果是 其他地方涂上了 VA的话 Tratanoid的话 它也不太容易 进来 让它这样挡着一点 而且就是这个 这条线 和这个眼眶 眼眶以内 这个眼眶上眼眶下 这一罐 都一定不要 任何 A酸 包括这个边上这个 也离得在后面点 再用 A酸 因为我 对我个人来说 眼睛非常 宝贵 光老化 可以接受一定程度上的 光老化 但是眼睛 我希望我的眼睛 一直能够用下去 看实际就看得很清楚 一直到125岁 这是我的一个梦想 这是第二点 大家要注意的 还有一个要注意 就是说 A酸 你一旦使用上 你就你的皮肤 就变成你的宝宝 你一定要好好注意它 好好关注它 如果它这一天 比较敏感 跟其他的成分 有一些 共 synergy 让你的皮肤很敏感 那你就可能 比如我上周 就一次 比较敏感 就是这个项链 这经常摩擦的地方 就红了 就肿 就不舒服 所以那几天就把项链摘下去 有的时候头发都会觉得渣 就把头发再渣起来 等等等等 就是不要觉得 厌烦 觉得你自己的皮肤 好像事很多 你既然选择要注意自己的 皮肤保养 然后用 最好的产品 最有效的产品 那自然你要多 把你的皮肤 关注一下 做适应的情况 的时候 做适应的反应 谢谢大家 下次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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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提供